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绘图工具与绘图模板 其中比较常用的绘图工具可以直接在主工具栏中找到 这里提供了36种常用的绘图工具 我们绝大多数的绘图工作都是通过这里来完成的 如果你不小心关闭了这个工具栏 那么你可以在Vail菜单中点击显示主工具栏选项 使它重新出现 或者也可以在编辑工具栏区域点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显示主工具栏选项 主工具栏中共有36个工具图标 其中有些图标的右下方还有一个小三角标志 带有这个标志的图标 表示这个工具还包含有子工具 这36个图标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几组 最左面的两个是选择工具组 包括套锁选择和遮罩选择 右边的是结构透视工具 用来显示和编辑化学式的三维结构 质朴碎片工具可以根据需要给出化学分子的质朴碎片 右边的九个工具是化学键工具组 用来绘制各种化学键 包括单键、多键、须键、切割键、须鞋型键、黑键、石键型键、空键型键、波浪键等等 在右边的是表格工具 分子链工具与分子环工具 下面这一栏提供了常用的编辑和符号工具 编辑工具组包括橡皮工具 文本输入工具 画笔工具三种 接下来的五个工具组是常用的符号工具 从左到右依次是箭头工具 轨道工具 绘图元素工具 机缘工具 和化学符号工具 这里的所有这些工具 可以为我们输入特殊符号或者专用标记提供方便 再下面的是质询工具 TLC薄层色谱工具和模板工具 模板工具也是我们绘图中最为常用的工具组之一 它提供了20种不同类别的模板 所有这些内容都可以直接以单元的形式绘制在我们的图形内容中 并且 KAMIJOR还允许我们自定义模板 用好模板工具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KAMIJOR提供的模板工具内容十分丰富 这20种模板依次是氨基酸支链模板 氨基酸模板 方向化合物模板 双环模板 生物模板 玻璃仪器模板 构像易构体模板 环物二锡模板 支环模板 DNA模板 官能团模板 六碳糖模板 微管模板 本环模板 多面体模板 多态模板 RNA模板 立体中心模板 以及超分子模板 KAMIJOR的画图方式比较简单 只需选择需要的单元 在编辑区单击或者进行拖拽即可 下面我以RSP0的结构为例 给大家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单击本环工具 在编辑区单击鼠标 绘制本环部分 在单击单键工具 将鼠标移制本环的一个碳原子上 这时KAMIJOR会自动追踪到化学结构的关键位置 并给出一个蓝色的连接点 自连接点横向拉伸即可画出一根实现单键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画出其余的单键部分 单键画好以后 点击多键按钮 选择其中的双键工具 在相应的位置上进行同样的操作 即可完成双键的绘制 最后选择文本输入工具 追踪到关键位置 单击鼠标左键 用键盘完成分子中的原子标记 由于绘制过程是手工操作 绘制的结构式可能因为拖拽或连接的问题而变得扭曲 这时我们则需要对化学式进行整理 选中整个需要整理的结构式 点击编辑工具栏上的结构整理按钮 即可完成化学式的整理 这一操作也可以在Structure结构菜单中 点击结构整理命令 或者按快捷键Shift加Ctrl加K来完成 有时一次整理操作并不能将结构式整理到最佳状态 因此你可以多次执行这个命令 直到满意为之 Kamizo 的结构整理功能有下面几个要点 在执行这一功能时需要加以注意 第一 结构整理的目的是通过规范键长和键角 生成一个更具美感的结构 键长由文档设置对化框中绘图选项的Fix Lens 固定键长直来确定 第二 一个特定的环 只有在所有组成的键都被选择的时候 才会被整理 第三 整理过程对某些复杂系统要慎重使用 比如交叉双键 三键 多连接环 大环 多连接原子标记 不定连接点 多中心键等等 这些结构的整理结果 往往并不能更好地展示结构上的特点 第四 结构的旋转会尽可能地在以键角为15度的倍数下进行 第五 结构整理会保留原立体化学特点 特别是楔形键和切割键 利用CAMIRAW的这些工具进行搭配和组合 可以很方便地绘制出各种各样的化学结构 下一节我们来继续了解和学习主工具栏的其他内容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